今年是中科院成立65周年 是中国工程院成立20周年 在这个时间 我们召开两院的大会 很有意义 我受大会的邀请 给大家讲所关心的经济形势 我想今天讲三个问题 第一 怎样看待当前的经济形势 第二 如何实现今年的主要目标 第三 期待 依靠创新 实现中国经济升级 我先讲第一个问题 就是怎样看待当前的经济形势 大家都比较关心 也有一些担忧 也有一些担忧 应该说当前经济运行平稳 处在合理区间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我们今年一季度 GDP增长了7.4% 和我代表国务院向 人大做报告时 也是中央所确定的 今年经济增长 要达到7.5%左右 这个目标 可以说是在合理的区间之内 和所有主要经济体比较 我们这个速度都还是高的 它的稳不仅稳在GDP 稳在就业 今年一到五月份 我们已经完成了 新增的就业人口的就业 是六百万人 我们前年要实现 新增城镇就业人口 一千万以上 实现就业的目标 应该说 时间还没过半 我们的任务 已经过半了 所以总体看 充分就业的态势 还是比较明显的 稳还稳在物价上 因为物价和名声 直接相关 而且我们的物价水平 三分之一 是由食品价格 构成的 它直接关系到 人们的温饱 我们一到五月份 CPI呢 也就是增长了 百分之二点三 五月份嘛 偏高一点 百分之二点五 和我们 确定的三点五的目标 或者说预期 还有一定的 差距 这总体上说是好事 因为对人民生活的影响不大 所以说 稳了速度 稳了就业 稳了物价 这种稳 就可以说是一种禁 而且我们这个禁呢 还表现在啊 产业结构调整 有进步 一季度 服务业的增速啊 是超过了二场的增速 大家都知道 服务业是我们国家的短板 我们国家的服务业的增加值 所占的比重 和同能发展中国家比 差了十个百分点左右 更不要说和发达国家比 那么这个势头在继续的保持 超过二产的比重 已经达到GDP的49% 那么与此同时啊 接连降号也有新的进展 我们今年一季度 单位GDP降号是4.3% 它对于啊 环境保护 对于人们特别关注的 怎么样减少雾霾的影响 显然是有积极积极的 现在呢 还有一些稳中啊 有深的苗头 比如说 出口 5月份 数字还是 令人欣慰的 增长了7% 总的看 虽然啊 平稳运行 但下行的压力 仍然较大 这就是为什么 我开始就说 我也听到 两院的一些 负责同志跟我讲啊 大家对经济下行啊 还是有担忧的 并且呢 虽然 4 5月份 有 上升的一些苗头 但 并不牢固 还未形成 整体的态势 比如大家可能知道啊 这个 PMI 我们统计区统计的是上升的 汇丰的数字也是上升的 这是表明对市场预期 有向好的看法 但是呢 并不稳定 大家可能都知道的 拉动经济增长 所需要的 所谓三驾马车 出口 投资 消费 还有啊 让我们担忧的方面 就出口而言 今年一季度 出口啊 形势 贪忧 即便一到五月份 出口 还可以说是 下降 下降了 0.4% 国际市场 情况不是太好 你像美国 一季度 它的GDP是负增长1% 前一段 我问这个RMF的总裁 拉加德 我说你 从全球经济角度看 这个美国一季度 下降 什么原因啊 他说是一季度啊 美国寒冬 少有的寒冬 造成的 过两天 美国的前财长来 我问他 他也是这个话 当然如果确实是自然因素造成的 下一步 美国经济能够 回升 那对我们出口 是有好处的 五月份的数字嘛 失业率是 处在 百分之六点四的水平 那总的来讲 没有超过百分之六点五 可能呢 还是有向好的趋势 但是 欧元区 又不稳定了 欧元区 有人认为 已经出现了通缩的 势头 所以六月五号 这个欧央行 宣布 隔夜的 存款率率 从 零 降到负零点一 那就是说 他实施的是 负利率的政策 他要刺激 刺激这个经济 而且 欧洲的失业率 特别是欧元区的失业率 还是居高不下 还是两位数 那么这些 国际局势 或者世界 经济复苏的 不确定的 因素啊 对我们的出口 都造成了 一些 不利的影响 那么就我们自己 国内来看 投资 我们 只增长了 百分之十七点二 前两年 我们 低的时候 也是在百分之二十 这是十多年来 的低点 尤其是新开工 只增长了 百分之十二点九 这是 令人堪忧的 因为 它将去影响 明年 后年 当然 这个因素是多方面的 这里面确实啊 有 过剩产能的原因 有世界上 国际市场上 一些初级产品 特别像煤炭 价格 今年以来 一直在 下跌 我们 国内市场 煤炭也在下跌 所以 有不少企业 这个投资的 预业 不强 因为我们PPI 已经是二十七个月 负增长 现在有一些 能源大省 资源大省 GDP的增长 处于低位 这都是需要我们 引起重视的 那么就消费而言 消费的增长呢 还在和去年啊 基本上是一个平台上 都在十二以上 但是没有啊 更高的 上升的势头 也就是说 消费形成 拉动经济增长的力量 还是不足的 我给大家报纸一堆数据 分析起来看 简单的说 就是 我们要坚定信心 因为毕竟啊 我们的经济啊 仍然是在中高速增长 在世界主要经济体当中 我们增速 还是最高的 但另一方面呢 我们又不能掉以轻心 要看到啊 下行的压力 经济啊 还是基础 是我们解决 社会问题 是我们推动 科学 技术进步的 基础 所以我想 跟大家呢 把当前的经济形势啊 做个简要的通报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如何来完成 今年的目标 我觉得呢 可以这样说 就是我们要继续 创新 宏观 调控方式 激发 市场的活力 去年啊 我们也遇到了 也就在这个时候 更早一点 遇到了 经济下行啊 比较大的压力 那么当时 有两种办法 一种办法 就是强刺激 超发货币 增加池字 这是 拉动经济增长的一个 有效的措施 但是呢 我们要看到 毕竟啊 我们国家 池字里的货币 已经不少了 池字率 也不算低了 还有一些地方债务 货有债务 我们不能不为 未来着想 所以去年呢 我们没有采取 强刺激的措施 而是创新宏观 调控方式 提出呢 要把经济啊 保持在 合理的运行期间 什么叫合理的运行期间 我们提出一个上限 一个下限 下限 就是GDP 我们认为呢 是在7.5左右 当然左右嘛 你低一点也是可以的 但是你不能 啊 充出 保证充分就业的 临界值 还有就是上限 上限呢 我们 把CPI 定在3.5 就是你不能 超过3.5 左右 当然你高一点 也可以 然后我们采取了一系列 叫做 精准发力 综合实测 的措施 而且呢 这样做 也稳定了市场预期 特别是我们 大力的推进了改革 用改革 来推动发展 那么 到去年年底 我们经济增长 是7.7% 几乎 主要的 经济指标啊 都 完成了 当年的 的预期 目标 这个办法 应该说是 有效的 那么现在 我们又碰到 这么样的情况 那么 同志愣问 为什么又碰到 这个 经济下行 压力呢 你 全年去年7.7 你今年一度 又掉到7.4呢 这实际上是一个 小幅波动 是在 我们 合理区间 之类的一种波动 这种波动 在世界经济复苏啊 艰难 不确定 不稳定的因素 不断出现 还加上我们国内经济啊 长期积累的一些矛盾 不断暴露的时候 这种情况 可能呢 要持续 比较长的 一段时间 那么我们 还是要 坚持啊 保持 经济 运行在 合理区间 但是并不是说 你保持 经济在合理区间 你就不作为了 哎 换句话说 保持经济在 合理区间 本身也是作为 要你保持 定力啊 你还要继续实施 极其的财政政策 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不改变 宏观经济政策的取下 说句实在话 压力是不小的 经济往下掉 滑出这个区间怎么办 这不是没有压力 但是为了未来 既要稳当前 还要立长远 我们必须这么做 但与此同时呢 还要主动作为 我们叫做 在去年精准发力的基础上 我们今年啊 要定向调控 因为中国经济发展的 产业区域 城乡都不平衡 产能有过剩的 也有供给不足的 比如我们的服务 供给就不足 过去我们搞产品营寂 产品短缺 现在产品 那可以说是 比较丰富了 服务并不充分 供给并不充分 那么我们就得要 精准的 调控 或者叫做定向调控 怎么定向调控 还是基于这样一个 下限和上限的原则 首先你还是要保证 比较充分的就业 因为我们国家啊 每年新增 城镇劳动力 大概一千三百多万 像今年 新增 城镇劳动力当中 有七百二十七万 是大学毕业生 他是我们的 长期培养的 应该说是 将来可以成为 现在也是 国家的财富 将来可以发挥 更大作用 那要让他就业 不请如此啊 我们 还有这个 两亿五千万 农民工 很多农民 在家虽然种地 但是他一年 种两季 即便种三季 用的时间 现在技术也发达了 机械设备也 程度也高了 可能 就是一两个月 就完了 这富裕的时间 他要进城打工 你还给他留下空间 而且进城打工的收入 是这些农民的 收入的增加的主要来源 所以我们今天 必须要考虑 有一定的 合理的增长速度 来保证充分的就业 为此啊 国务院也采取了 一系列的措施 比如我们 给小微企业 从财税方面 减负 对去年 我们是六万元 以下的 小微企业所得税减半 今年我们给他提高了 十万元 汇集六百万 而且我们最近 马上也正在实施的 对小微企业 我们叫做定向降准 就是金融 对这些支持小微企业的 银行的准备经历 要适当地降低 使银行有更充足的资金 去支持小微企业 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不仅是支持小微企业 也支持大企业 支持我们的先进装备制造 也走出去 比如我们现在已经形成的像高铁 包括我们的普通铁路 我们的核电 我们的火电 在发展中国家 在新兴市场国家 都有一定的竞争能力 它的产业链 也是不短的 那么我们今年也扩大了 对他们这个融资支持力度 最近我到非洲去 跟非洲人谈 我发现就是 因为十年来呀 非洲增长了 连续5%的增长 它有十亿人口 但是你看非洲 它的交通基础设施 很薄弱 它自己也提出来 它要沟通 各个首都之间的铁路网 公路网 我还给它提出一个航空网 就是直线航空网 因为在非洲一些国家 你到另外一个隔壁国家去 你可能要飞到欧洲去 然后再返回来 它中间没有直线 交通 大家都知道 我们六十座的 沃山式发动机 直线客机 明年就可以投产 那我往哪走 非洲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市场 因为你要把飞机要卖出去 不成批卖 三五架的卖 服务系统跟不上 安全性能 都达不到你原来的制造和设计水平 所以我就跟他们提出来 非洲你搞直线交通网 我可以支持你 我们的直线 喷其机就可以走出去 它也可以带动消耗我们一些 虽然是过剩的 但仍然是先进的产人 这也有利于就业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 我们还是要控股价 虽然我们的物价水平目前不算高 但是中国的情况不同 中国的物价当中食品占的成分高 像前几个月 我到东北去 猪肉的价格跌到八块钱一斤了 当时我们就很担心 为什么 你现在价格跌这么急 过两个月就要上来 有人就开始在杀猪了 母猪也在杀了 果然现在你看 才几个月的时间 猪肉到14块钱一斤了 我们五月份的CPI就2.5了 你要再往上上 就这一个猪肉带动的若干食品 就能把你CPI再顶上去一部分 所以我们还要重视这个农业 今年我们也对农业 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现在可以说 总体上讲 夏粮 文产真产是有把握的 当然同时也带来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现在 粮食多 国际市场 国际市场 粮食价格在下跌 我们还要保护农民的重量积极性 最近像东北 就提出来 苍荣不够 那我们要抓住这个问题 这也是一个投资的机遇 一定要保证客里归仓 要把13亿人的饭碗 牢牢地把握在我们的手中 我们是采取的定向调控 还是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这是第一项措施 第二项更重要的 就是我们要发挥 要发挥市场 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 向改革要动力 现在有一种议论 好像速度下来了 是不是可以有利于改革 这个议论 我们还要论证 因为实际上三十多年来 中国经济之所以高速发展 我们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改革 我在几次会议上讲过 我在农村大工大地书记 那时候起早贪黑 把上百人 甚至上千人 每天干什么 那都要把它安排好 一年到头下来 就是肚子吃不饱 结果一个承包制 放开搞活了 让农民自己决定 他种什么 怎么种 几年 温饱问题解决了 那现在我们在发展 过程当中 到了新的阶段 我们怎么办 还得靠改革 靠改革来激发市场的活力 所以去年 我们坚持 把减政放权 作为改革的先手期 当然同时也放管结合了 首先是把审批制度 要进行改革 去年到今年三月份 我们取消了四百多项 就是上一阵的常务会 我们又取消了五十多项 审批十项 就是要让市场去发挥 进行商市制度改革 把先证后证 变成先证后证 就是让你登记办企业 更简便 更迅速了 结果 像今年 一到五月份 我们的新增企业的登记数 增加了47% 大量的新增的企业出来了 当然多数是民营企业 与此同时 由于我们下放 取消一些审批事项 民间投资也受到了几方 刚才我说 我们整个投资是17.2 但是民间投资是增长了20% 所以我们还是需要依靠市场的力量 依靠调动千千万万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对中国经济有信心 很重要的就在于 我们有千千万万 有创造力的 劳动者 大家可能都知道 说背水一战 这个故事 当年这个韩信 江兵 抵御数倍于他的这个敌军 他采取了一个兵法上 没有的做法 把他的兵布到了河边 当时敌军就认为 那你这是违规的做法 你必败无疑啊 结果打完仗下来 韩信的军队大胜 问他什么原因 是不是说你自于死地而后生 他说不请如此 放到水边了 每个人都没有逃路 不错 反过来就人自为战 每个人都要战 用不着我指挥你 每个人把他最大的劲 都要使出来 所以对中国我们要改革 还是要从市场要活力 要调动千千万万人的创造力 三十多年前的改革 我们的数亿农民 是这么干出来 今天 三十多年后了 我们到了新的阶段 我们还有九亿多劳动力 我们有这个力量 让更多人的积极性 调动起来 当然了 改革必然也要出动 利益 特别是既得利益 我们尽可能的 在增量上 做调整 使改革的红利 更多的释放 当然我们说 要调动市场的活力 并不是说市场就不管了 政府还是放管结合 我们同时呢 还要对呀 那些假冒伪劣 坑蒙拐骗 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 那政府要坚决的采取措施 要让市场啊 是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 我们的下半个话要讲 我们的科技 发明 发现 在创造力的显现 也要有个公平的环境 所以说 改革啊 还是我们 最大的动力 也是最大的红利 我们要看到 我们的潜力还很大 就说这个审批制度改革 上周我们开国务院常务会 我看这个表 我也乐了 有的审批事项 八年都没被审批过 还放在这 你看那个事项 是个商业行为 为什么八年不审批啊 这个审批的环节太多了 一直要顶到中央部委啊 所以我说只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就是说 下边的商业活动 我就干了 我根本就没报你审批 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 我 望而却步 算了 这种商业活动 我不干了 那你这不是 输入了市场的活力吗 即便那个没有去审批 应该审批 没有去审批就干的 他心里也不踏实 他也不敢坐大 坐大了不知道哪天被你发现了 那不知道怎么销里头啊 那天我们说 把有一些资质要取消 法律没有规定的 但是我们有关部门就给他规定了 拿到这个资质你才能就业 那这就必然使一些人 他在这个领域 他要去花钱 他要去找关系 他可能才拿到这个证书 他才能就业 他才能去创造 这不是叔父他吗 还有好几好多名称呢 什么品牌诗 质量诗 这些诗的称号 都要经过考试 都要交钱 你要去创业 你还得拿着证书 我就举止这一个例子 大家就可以想象 我们社会创造的空间 还有多大 市场的潜力 活力还有多大 我们就可以发挥它 当然我们这样做 肯定要出动利益 你把这些审批事项砍掉了 从上砍到下 那些管审批的人 他干什么 他应该有事干 他要去事中事后监督 看你是不是按市场规则进行 你不按市场规则进行 该惩罚惩罚 但是他就没有坐到办公室那样舒服了 一个文件报来 我画个圈 这个机会没了 那你不是要出动利益吗 即便出动利益 为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为了千千万万人 激发创造的活力 我们别无选择 只能这么做 中国经济 一定要 有强大动力来推动 这样一个十三亿人的大国 人类历史上没有过这么多人 能实现现代化的先例 中国必须走 而且一定要做得到 要显示中国的力量 那我们就要有改革的决心 第三呢 就是要 这个 调结构 汇民生 来 使潜力 我们为什么要向调结构 和汇民生来使潜力 实际上 调结构 是可以支撑经济发展 因为我们讲调结构 是有保有压有富有